节目《私家大战》 今季最后一集 就有星梦队和Miss Hong Kong队对战 大家玩游戏的时候都非常肉紧 玩得很投入 正当大家以为 这集都应该是 由美貌与智慧并众的 五位港姐胜出之制 最后他们竟然脱落 还要错在一条 与港姐比赛有关的问题 哎呀,真是失策了 我一开场已经说了多谢 我们学得最多的就是说多谢这句话 但那条问题我们竟然答不中这个多谢 我竟然不起了 很无奈 为什么呢?你会觉得 你一直在事前都不断说 为什么突然没有答案 其实这个想法是有飘过我的脑海 但当我们答完一轮 我们就开始越想越远 就没有想到这个多谢了 你有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对香港小姐美貌与智慧的 当然有 也有 但我开场也说了多谢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现在一起说吧 好,我们现在一起说一句 谢谢 至于五位姓梦学员 亦赢得一点也不容易 面对刁钻的难题和奖金 真的少点胆量也不行 Sharmon还要以下饭上 搭你才像什么动物 我听到的时候眼睛都凹了 然后我心想 我要得罪你 但我不管了 我要赢的游戏 然后我踏了老鼠 我立即拍摄到她的样子 在我的脑子上 然后那些东西 应该是 对不起啊,狮子 我当时最后 因为狮子跟我说 要140分才能赢得到 所以最后那一题 我已经不太有希望了 我就想 随便说什么都行 那应该是说刘德华吧 对啊 对啊 那时太差了,想不到 你怎么这么吃 那你自己又不说 不是啊,我知道 可能没有老鼠的大机会 但为什么会想到狸猫呢 我不知道 那时我的脑子 李思哲的profile pic 就在左边 然后旁边 我就随便选择动物 然后选择猫 又不太像 就觉得狸猫好像更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 算了,那两三秒 其实都想不到什么 对啊